119 明報 為止脫髮犧牲性能力 2015年7月27日呼刊D06最佳男主角傅敢儘管我是悲尿科醫生 但不是要回答病人其他其難雜症 其中一種男士特別關注的,就是脫髮問題 他們常問白蘭底或咖啡因是否有用 甚至把正在服用的增發藥物給我看 我老實回答,生髮並非避尿專科範圍 上網查看一下,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 對白蘭底或咖啡因的生髮功效並未認證 至於男士們覺得十分有效的非那斯特萊菲尼斯特萊 我總提醒他們要小心使用 因為有得必有失,白蘭底咖啡因生髮功效 欠認證非那斯特萊是男性荷爾蒙藥 屬於細胞抑制劑,被尿科醫生用作治療良性 前列腺增生問題 我們通常處方五毫克份量級病人 抑制細胞內五還原J5 Reductase 因而降低高股和Testosterone 轉化成二氫高和DHT 令前列腺細胞膚毀 藥效原理就將截團一火薯的營養供應 使其慢慢膚毀 復約三至六個月後 可令前列腺毀縮大約百分之十 小便得以暢通 不過,男士的精液量也會因少尿 前列腺液prostate fluid而減少 有機會影響生育 所以,我通常處方級二五六十歲 不介懷生育問題的病人 生髮藥prostate fluid可折精液減少在治療脫發方面 只需一毫克prostate fluid即可對生髮藥有所幫助 但復約幾個月後,副作用就出現 曾有Ontaf老年病人發現精液少了 找我求助 才知是生髮藥什麼的? 非那斯特內爾和FDA 應可有治療脫發功效 可是大家只記得他的好 卻沒留意副作用 如果是年輕的禿頭男性 日後影響就會更為心緣 所以,以藥物生髮的男性 一定要向專業人士徵詢意見 注意服用時期及份量 語語紅掌不可兼得張心比己 如果年紀輕輕已經頭髮稀疏 當然想變回濃密 吸引異性 可時世事難完美 頭髮重新長出來 但有生育問題 就算找到女朋友 總有路真章的一天 男士要認真想想 究竟哪樣才比較重要啊 ecumen 不可以 嗯